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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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放奖 我们讲白宗纲要 上一次讲违识 违识讲到第十三 第十四页 伏断二佛 两个佛 一个就是分别 这个异象 一个就是 驱生异象 所谓异象就是见师异佛 这个分别 这个 所知障和弘老障 所知障和弘老障 这个分别 分别 意象就是在地前那里 復的 分开现行 种子和集气 这个分别 就是见师异佛 见师异佛 这个见师异佛 都有分开做这个分别 和这个驱生 分别就是后天的分别 那么后天的呢 就容易断 就是你这一世才开始有的分别 就是你经过各种 困境的 碰到 困境的时候呢 你产生出来的 这个叫分别 因为你碰到一个境而起的呢 就叫分别 但是你与生俱来呢 是带了些烦恼下来的 就是带了些烦恼下来 如果你没有烦恼 就不用投胎了 所以会投胎呢 会投胎就是有烦恼 所以呢 这个投胎来说呢 如果是男子的时候呢 就向着妈妈的 如果是女子就向着爸爸的 所以那些人呢 就说 如果一坨到肚子 漏漏爆爆呢 那那个呢 就是这个 这个女子来的 如果一坨到肚子 尖的 肚子抬到尖的呢 因为那个臀部 是向前的 肚子就是尖的 肚子是尖的呢 那那个就是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男子 所以呢 所以 所谓入胎呢 就是 当 中任生看到 父母 就是在做那样东西的时候呢 他欢喜 欢喜 就是加入一份 所以呢 这个 这个 男那边呢 男就向着女的 女就向着男的 所以呢 所以呢 这个 要断这个 不想投胎呢 是要断这个 断这个淫 就是淫欲的心不要起 所以阿罗汉是不会投胎的 阿罗汉是不会入胎的 阿罗汉 Puesオ罗汉因为他已经断了这个 断了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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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私野割呢 他也是不会投胎的 所以呢 所以这个 這個出家人為什麼要斷這個悉心呢? 就是因為避免了這件事就會入胎 就是看到你會入胎 所以這個虛生 還沒入胎之前 已經有執著的了 還沒入胎 所以會入胎呢 就是因為你有執著 有執著才會入胎 所以這個是虛生的 後天再產生出來的就叫做分別 分別我執和虛生我執 所以我們一定要有兩個執起 這個分別的後天的就在地前那裡復的 地前就復現行 所謂現行呢 有種子現行和執起 這個現行就是做出來的行為 就是在這個三營衛就復的了 這個四善更衛 四善更衛就是亂頂隱衛 勢第一法 這個大城呢 亂頂隱衛 勢第一法呢 就是四尋是正四與實之 這個呢 他已經復了這個現行 所謂現行就會做出來的 生口已生業 做出來的就叫做現行 那這個種子呢 就是在你色田裏面的種子 這個呢 要初地才斷斷 初地呢 就斷了 那麼這個雜氣呢 雜氣呢 就難一些的 雜氣呢 就是說這個沒有種子 但是剩下一些魚氣 剩下一些雜氣 就是習慣了這樣的東西呢 就難斷了 那麼雜氣呢 地地漸寫 知識地就斷了 所以雜氣呢 現在這個匹之佛呢 就是斷了雜氣的 那麼阿羅漢呢 都沒有斷了雜氣喔 所以呢 這個大家舍呢 是琴師來的 所以呢 他一聽到音樂 就會跳舞 他幾好很有趣 啊 他的音樂 就硬 硬… 硬想跳舞 那麼這個阿羅漢專Sir呢 五百世淫女 所以他很喜歡看女生的 那麼etos 當法會的時候呢 很喜歡… 很喜歡那些人 occasionally這 所以這個雜氣能斷 雖然證了阿羅漢 但是雜氣能斷 所以這個俱生的時候 俱生就是初地之前十三年位就復 而是這個分別的 分別就是初地以前復 俱生這個煩惱將所知將 這個義將 剛才說分別的義將 煩惱將和所知將 煩惱將就是見思而畫 所知將就是沉沙畫和無明畫 他現在講這個段畫 他又用天台中的三畫 煩惱將就是見思而畫 見畫和思畫 見就是知見的問題 思就是思想 思想就是對境 有心就是思 見到心思思 這個叫思畫 見的時候就是沒有見到東西的 自己的知見問題 知見問題就是容易斷 這個對境無心難做 所以這個煩惱將有現行 綠色驅起 地前戰 初地遁伏 至七地驅生 初地前伏 七地遁伏 那麼這個呢 這個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七地才 如果是驅生的呢 就要七地 因為八地就是發生大事嘛 那這個所知將呢 現行的時候呢 綠色驅起 地前就漸伏 就是 總之你登地的時候 就復住一些 復住一些將呢 那麼到這個 如果現行呢 要做八地才能夠詠伏的 這個呢 如果是煩惱將呢 七地就可以了 但是這個 種子呢 要這個 煩惱將的種子呢 要白地 彭老帳的種子要十地頓斷 這個彭老帳的種子十地才斷 集氣要發果 發果才寫 這個現行 綠色驅 地前漸伏 百地永伏現行 所知帳就要百地 與七色驅起 十地之位永伏 種子與現前 種子是第七色驅起 十地才斷 集氣就是發果才斷 因為所知帳和煩惱帳 煩惱帳就是異斷 所知帳就是能斷 所以真正的所知帳到集氣的時候 要發果才寫 這是維釋忠的 轉白色乘四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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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維釋呢 我們說佛果有兩個 佛果有大菩提和大裂盆 這個大菩提就是第九色 暗魔羅式 縱形八結可消磨 初家羅心無動轉 這是第九色 第九色是空的 這是裂盆的 這是空的 什麼都沒有的 這是空的 本身就是佛 自聖裂盆的 本身就是佛 這個第八色就是要成佛的 所以這個第八色 第八色 第七色 第六色 第五色 這四個前五色 前五色 第六色 第七色 第八色 轉白色乘四字 轉白色乘四字 轉白色徘徊 轉白色乘四字 轉白色變成阿錯備佛 是打圓鏡子 第三色是平等聖子 寶生佛 第六色就是妙觀察至 阿彌陀佛 潮五色就是誠所作誌 釋迦牟尼佛 北洞佛 這個轉我們本身就是大逆如來 大逆如來就化五方佛 這個就是五方佛了 它怎樣轉呢? 就是第一 你要先證到空性 所以什麼都要證空性 如果你不證空性的時候 那你只靠這個東西來轉呢 靠這個東西來轉呢 你是轉不了的 就是你證不到空性 所以證不到空性 你慢慢去脫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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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不了的 所以呢 你這個遺息來講呢 後面雖然有五重遺息功 但是很少人收的 因為你一收五重遺息功 你就不是空了 你要一重二重三重 還可以空 所以禪宗呢 是說沒有階位的嘛 是頓正的嘛 它沒有分的 你就要一二三四 三四這樣分的 你一要一二三四呢 你就時時強覆 色不化野層安 那就已經是錯的了 所以呢 這個列圖和蒲體呢 兩個都重要的 那只要有蒲體呢 是不行的 只要有蒲體呢 是靜不了的 所以呢 陸祖說呢 這個白色計裡面的話呢 大圓鏡自清清淨 平等性自心無病 妙公察自見非公 成所作自如明鏡 五百六七果音轉 五百五百六七 八轉才有五 六六 第七色 第七色轉了才有六 所以五百六七果音轉 鄧傳明言無實聲 你不要以為有轉 有東西轉呢 那你已經空不到 空不到你就沒有辦法轉 一旦要空了 所以呢 這個鄧傳明言無實聲 若依轉柱北流程 凡卿永入羅騎定 所以呢 你要在轉柱北流程 你不要以為有所轉 其實是沒有轉的 沒有轉你才能夠空的嘛 所以呢 始終都是要正空性的 這個大日如來呢 一切的東西呢 不生不滅 所以呢 這個轉色成智呢 轉色成智呢 因為 若依你所有東西都是空的 本來這個佛性是好的 所有東西都是空的 所有東西都是空的呢 那就沒有煩惱了 沒有煩惱了 就是不會 不會造業的 沒有煩惱了 但是你要度眾生呢 因為你要度眾生 度眾生呢 要大圓鏡子啦 因為你所變出來的世界 或者你所化悼的世界 要好像一個鏡子那樣啦 或者這個作虛空佛事 度如恍眾生啦 這個呢 這個呢 叫做大圓鏡子 因為它有實際的境在這裏的 就是這個 這個醫部呢 是實際的東西 因為你佛都有淨土啊 作虛空佛事 度如恍眾生嘛 所以呢 都有淨土 因為這個第七色來講呢 第七色 它要平等聖智 來度所有的眾生 來度所有的眾生 所以呢 這個第七色呢 是需要的 平等聖智呢 是需要的 平等聖智不現前的時候呢 你根本就度不到眾生 那個我 我度這個我不到 那你變成了你度眾生有選擇 那這個妙觀察智呢 妙觀察智呢 就是這個語頁啊 語頁呢 就是這個想辦法去度所有的眾生 那你才想辦法 就是這個屬於這個妙觀察 就是知道眾生的根氣 用什麼方法去度 那承鎖這個前五色呢 承鎖作智 那你要一個生體才行的 要硬以鼻視生 你要硬以鼻視生前五色 那你才能夠 講經啊 書法啊 打手印啊 什麼東西都要 都要 都要硬以鼻視生啦 所以你只得這個裂盆呢 你不夠的 那你一定要轉八色乘四字 但是你只是這個八色乘四字 沒有奪盆呢 你又轉不到的 轉不到八色乘四字 始終都是 都是阿賴耶色 因為你轉不到它 它成為這個第八色 第八色呢 叫做阿騎陀色 這個第八色是阿騎陀色 這個佛呢 叫做阿騎陀色 凡夫的時候呢 叫做第八色 伯地菩薩呢 叫做二屬色 佛叫做阿騎陀色 那雖然它是都有種子 種子在這裏的 但是那些種子呢 如幻如畫 就是作虛空佛事 度如幻眾生 比如說你現在修行的時候呢 過程裏面呢 你做很多福報啊 很多成啊 那這個將來呢 這個淨土就很莊嚴啊 那這些究竟是實有啊 一個是實無的呢 如果你是實有的呢 那這個就是淨土啦 但是你又需要有啊 因為為什麼呢 你現在做了就是 明天白祖 明天沒有得享受 我現在做了很多功德 明天一些東西都沒有 那又不是 但是它又有的 但是它又不是實有 所以作虛空佛事 度如幻眾生 這個是第八色的 那你的業果才有得發揚啊 不是 你要拼命做多些 那將來呢 就算成佛的時候呢 那都可以到多些眾生 就是淨土莊嚴一些 那你這個第八色就顯現出來了 所以呢 這個轉八色乘四次 兩個都要轉 如果你只轉一個呢 是轉不到的 所以後面那五重遺色觀呢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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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譴虛傳實觀 捨南流淳觀 涉木歸本觀 隱略顯性觀 遺相正性觀 這一模 它遺色中 遺色的人都不收的 因為 為什麼不收呢 因為這件事情 它做到就自然會的了 那你拼命想去收的時候呢 本身已經錯了 覺得它不清淨 你才要收而已 時時勤覆飾 不怕野塵埃 那你怕野塵埃 你才要覆飾 不野塵埃 又怎麼覆飾呢 所以呢 原裝法師他們 修淨土那些人呢 全部都念佛求生 盜蜀淨土的 求生這個 建微立佛 和微立佛一齊 一齊講經魂法 就 很少說去修這個 五重遺色觀 這個呢 一個理論來的 就是這個理論 但是 如果你去收它的時候呢 那你變了 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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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了次第 一有次第 也都有分別 那你又怎麼能夠 怎麼能夠 轉白色成四次呢 它沒有說你收到 收到什麼時候 正白地 什麼時候正七地 它只不過是一個 一個籠統這樣講 叫你 這個 舔虛傳實 捨冷流淳 舌目歸本 忍律顯性 遺相正性 那 這個都是全部相對的 全部都是相對的 所以呢 一有相對就有分別了 有分別 怎麼能夠正道呢 那當然是正不到的 因為你一有分別的時候 又虛又實 又木又本 那你變了 你已經有分別了 有分別你已經正不到道 所以呢 要沒有分別 所以呢 講正道來講呢 始終都是蟬衝 蟬衝一點的 但是講道眾生來講呢 就是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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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唯唯が這個 因為你學了這麼久 閃中 閃中 閃中正道是快的 但是正到道之後又怎麼呢 不知道啊 正到道之後 究竟能不能道眾生呢 沒有眾生可道 那怎麼道呢 怎麼呢 正到道之後又怎麼呢 那就不知道喔 所以這個 他們不知道啊 他們都沒有 沒有說正到道怎麼樣 你說正到道 你說見性成法 那見了性又怎麼樣呢 見了性就這樣 盜眾生見到性還怎麼盜眾生呢? 見到性之後所有眾生都是空的 那怎麼盜呢? 所以你沒有了遺息是不行的 但是你只得了遺息你就盜不到盜 沒有了個空功你就盜不到盜 有個有功就盜到盜了 但是有個只有空功你就盜不到眾生 盜到盜之後你不知道怎麼盜眾生 你問一下之前中怎麼盜眾生 沒有眾生可盜 沒正那套沒有眾生可盜 那怎麼成法呢? 要不要經三大阿爭騎劫呢? 這個衛宗國師說 我們豈能撥無因果 我們都要經三大阿爭騎劫 那你怎麼經呢? 一開始就空了 你又怎麼經呢? 眾生都空了 佛都空了 這個念佛事誰九子有佛性 九子沒有佛性 你又怎麼呢? 所以這個是一個大善羹的 就是有很大善羹的人呢 他可以立即正道 又會有道心 好像虛弘老和尚啊 萊果賢斯 那些正道還會講經說法那些呢 這樣就有用了 就是你是收到 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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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力劫修行 到那個時候就有用了 如果你一參過話頭 一坐下去 不開誤的 你都不用怎麼做 再做下去都開不了誤 因為那些是根器 人家是善根的時候 六組未曾讀書 已經開了 即是你讀極你都不開用了 你不用學已經開用了 人家不用學已經開用了 你要學的 要學就不是無學位了 那個是無學位來的 那個是位來的 那個是正量來的 所以這個五組見到六組的那一手手機 就把幾火 拿著鞋子拆掉它 這些不適合你們的 復提本無事明敬 易飛台 心中無陰 何處惹塵埃 他的正量不是你的正量 你學不到的 你想怎麼學呢? 你不可以說 我現在就用這個來做收行 不可以的 不可以說放低了來做收行的 這個是他的正量來的 所以你正量 你要收行 要承受這手機 生此 菩提 誓 心如明 鏡台 時恃 勤不識 北花也曾哀 這樣才行 這個是收緊 收緊 但是未正道 當然 但是正道也不是好 那個是他的正量 不是你的正量 人家不用讀 不用聽經都正道了 你要學他來正 你就難了 所以我們中國呢 其實是走錯了幾千年以往路 就是因為將這個正量當了修行的方法 就是不執著 什麼啊 不執著那個最執著 為什麼你不執著 說別人執著 就是你還執著 別人執著 所以這個禪中的人 經常說什麼話 其實是無法值得的 這個呢 所以我有一次在香港打大悲慘的時候 拜大悲慘的時候 有個人下來 下來 我說 吃完飯了 他就在那裡 等等 等等 等到我 我免得跟他說 他是大陸來的 我免得跟他說 等等 等到吃完飯之後 他說 我不能阻礙你的時間 我說 阻礙了 沒所謂 他就說 第一 我問他下來做什麼呢 他說他請佛出世 要請清佛 他法學院要請清佛出世 連這些都差不多是思過失調了 就是一聽到請清佛出世 那我告訴他 佛還沒有 這個佛還入了列盤 釋迦黃尼佛入列盤 美勒佛還未出世 那你想請誰清佛出世呢 你請都請不到 微勒佛還未出世 那你又怎麼請呢 請佛出世 請佛出世又怎麼出世呢 所以 這個是請佛出世 那說一說一說 請佛出世 哦 花心 花心 為什麼呢 他說一說一說 他開誤 他師父又開誤 為什麼開誤呢 我說開誤 不用吃飯 開誤不吃飯 你說不是 不是 那怎麼可以證明你開誤呢 我說開誤沒有執著啊 那我現在不聽你說 你又不喜歡 那你為什麼不執著啊 是不是 所以我說你還沒開誤 你又不相信 那你又怎麼會不執著啊 你只是開誤不開誤才夠執著啊 是不是 所以怎麼會說不執著呢 所以呢 現在問題就是說 禪中的人呢 十有九個走錯路 十個有九個走錯路 因為為什麼呢 正正坐坐下呢 他就以為自己正道的了 啊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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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坐坐下呢 的確是有些有些警戒的 就是因為你坐的時候呢 肯定有些跟天人溝通啊 跟那些什麼的 所以這個 顯制 顯制是聖一法師的徒弟 現在是舉動虛制了 虛制是錯的 因為為什麼呢 虛去救濟人啊 救濟人都有虛的 虛幻就對了 虛制也不對 為什麼呢 你不可以虛制的嘛 假以救濟人啊 假假的去救濟人 那怎麼行 你要實濟的嘛 你為什麼要虛制呢 封制都說好啊 是不是 給他救人 那你弄了虛制出來 已經有問題了 腦已經有問題了 就是實了 那個腦實了 不懂得思考 你各樣的東西都可以虛 制是不可以虛 橫又可以虛 水又可以虛 木又可以虛 但是呢 救濟就不可以虛的 救濟就要實濟去救濟 怎麼可以虛的 那他呢 就很有功夫的 日後收路 晚上打坐 那些燃香呢 拿一些立足來燃香 大家看看頭啊 頂啊 那個東西好像大餅不大 那他呢 很有功夫的 那他就保留起大餅的時候呢 他就拿了一張身份證就埋在一個大餅底下 他說呢 這個身份證不出來呢 我就不學生 果然過了兩三年之後呢 地下滅了 那他的身份證就跑了出來 那個身份證就跑了出來 所以他真的有些東西 不是… 就是你坐得多就自然有東西啦 但是那些資建呢 是有問題的 就是他們個個都以為自己開誤嘛 那就以為自己開誤了 開誤是不是不需要吃飯 開誤是不是不需要什麼 開誤就是知道 開誤就是識非 不是識非 他就說不是識非 那不是識非 那又怎麼樣呢 開誤和不開誤有什麼分別呢 啊 終於知道開誤了 那就怎麼樣呢 即是禪中的人呢 大部份都以為自己 所以這個叫狂禪 這是狂禪 自己以為自己可以 這個叫狂禪 自己以為自己可以 個個都以為自己可以 不是一個可以 你坐坐下就以為自己可以了 其實是錯的 所以這個兩樣東西我們都要 你太過早去開誤 你就是狂禪 那個不是方法來的 那個是正良的 菩提本無恕 明驚 非台心中無陰物 何處惹曾哀 那個呢 是正良來的 你吃即是沒有吃 那你沒有吃啊 所以這個呢 是狂禪 所以呢 看來呢 遺識就好過善宗了 所以古德說呢 凌執著有如衰微生 就是莫執著空如戒指許 就是執著有如衰微生呢 你都有福報 就是執著福報而已 慢慢都積福了 但是你執著空如戒指許呢 你就大件事了 執著空的時候呢 那你又沒有核可成 那你真是大件事了 盜眾生的人不想盜眾生 就是沒有眾生我盜 眾生非 眾生是名 眾生就不用盜 不用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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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又怎麽懲罰呢 那佛也要盜眾生的嘛 你看到沒有眾生我盜 那又怎麽懲罰呢 狂岩就盜 狂岩就盜 你狂岩就盜 狂岩就盜 你也盜不盜 所以這個呢 就是 兩個方面的法門 忠官和遺識呢 都是兩個方面的法門 就不是真正的懲罰 你只是忠官呢 只有第九色 第九色的成就 這個歌野如大火罪 足之則分 這個就是歌野 歌野呢 是什麽都兇了 這個遺識呢 是什麽都有 所以一個兇有之爭 兇有兩樣東西都要 加上就是如來壯了 整個都是兇有 所以我們有第九色 也都有有錢白色 這個呢 我們跟著下去呢 就是講這個曾言中了 曾言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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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去完日本了 這個去完日本了 明天就去泰國了 因為為什麽呢 因為泰國見我媽媽 我媽媽經常說 你幾年沒有來的 那為什麽呢 我們那個靈智師 隔壁的那個靈智師 一跌就去了 還有三個我媽媽 我媽媽八十幾九十歲 她只有六七十歲 都是見多一面 好一點 一會兒 整天都說不去見她 她一天而已 三天兩夜而已 就是每天都隨便見她 還我三五月 所以呢 這個曾言中 曾言中在中國 開完三大使 善武威 金剛志和北空 來了中國之後呢 善武威 金剛志呢 金剛志就傳這個金剛界 善武威呢 傳這個胎藏界 善武威傳胎藏界 善武威就是傳這個胎藏界 胎藏界就是大逆經 這個金剛丙經 金剛界就是金剛丙經 兩部經傳過來 這個慧果呢 兩個傳承都拿了 所以她有金胎兩藏 金胎兩藏 這個胎藏界呢 其實就是妙法玲花經來的 就是妙法玲花經 就是我們本有的佛聖 這個就是大逆月娥 這個金剛界就是後天的修行 這個就是花延 花延是十地的 花延 善台同志五十三參 這個五十三參就是十行 十住 十回鄉 十地 這個四十 第十地就是參加十個 所以叫做五十 五十加上蒙殊 這個五十三參就是成佛的過程 十行 十住 十回鄉 十地 十地有十個 所以五十 所以加上這個等國 加上這些普賢 蒙殊 這個美勒 五十三參就是成佛的過程 所以花延就是金剛界的 這個胎藏就是大逆 我們本來的佛聖 所以我們剛才說了 這個忠公為息是大成的初末 因為你不能夠把兩個拉起來 你就大件事了 所以這個忠公 這個大逆就是忠公 這個金剛界就是遺息 金剛界就是遺息 所以忠公遺息兩個加起來才行 所以你又不能夠 如果只有金剛界有後天的修行 你沒有了我們本有的佛聖是不行的 我們只是有本有的佛聖 但是沒有了後天的修行也不行 所以金剛界 胎藏界要加起來 所以金剛界有五佛 胎藏界有五佛 所以原來金胎兩藏就是五佛 為什麼一定要說金胎兩藏呢 這個金剛界就是九回孟達娜 九回孟達娜 這個胎藏界八葉連臺十三大院 八葉連臺十三大院 這個八葉連臺十三大院 這個胎藏界先胎後金 如果你要罐頂也好 什麼也好 當然這個先胎後金 先有自己本有的佛聖 這個胎藏界中間就是大日 有八葉連臺 八葉連臺有四個四方四佛 這個四方四佛 有四佛 四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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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音聞殊 普賢美勒 四佛四佛 加上八葉連臺 下面有慈明院 憤怒相 所以我們每個人都放五佛 每一件事都有五佛 所以這個准提 准提本身是佛的 是釋迦牟尼佛 他做現菩薩的相 他就是准提觀音 他現這個憤怒相 就是烏斯摩明王 位積金剛 那現天仁的相呢 現天仁的相呢 就是閻摩天 管閻羅王的 閻摩天 所以可以長壽的 那現這個等流生呢 就是能陀伯能陀 所以有五個生的 五個生 因為這些是我們的性質來的嘛 我們本身就是自性倫生啦 那我們要教化眾生的時候呢 這個就是菩薩的心啦 所以他除了這個八元財 十三大院 上高地的騙之院 那旁邊呢 觀音院 地藏院 地藏院 虛空藏院 地藏院 那下面呢 有文殊院 這個 蘇率地院 那他 跟著呢 就外威得天 外威得天 所以這個呢 就是我們的結構 我們的人呢 有五種性格 每個人都可以分開做五種性格 五種性格呢 第一種就是自己 自己本身也是佛啦 因為個個都有佛的心 所以呢 可以成佛 所有眾生都可以成佛 那所有眾生都有善上的一面 他可以教導那些眾生 那這個呢 就是菩薩啦 所有眾生都是菩薩 你對老虎也好 獅子也好 對人家那些好餓 對自己的子女也挺好 這些 就算你幾惡的人呢 都是菩薩來的 他有菩薩的心腸 都有的 就算你幾善良的人呢 都要憤怒傷 憤怒傷呢 就是教靈倫生了 這個都有 都要現憤怒傷的時候 忍無可忍的時候 就要憤怒傷了啦 那麼這個這個 揭磨生呢 就是天生 天人的生呢 就是遙益眾生的心 就是天人呢 就是遙益眾生 被複報人家呀 知之而此類 這是總之遙益眾生的心 那麼跟這個正教靈 正法輪生呢 就不同 正法輪生是說法呀那些 那這些呢 就是專門遙益眾生的 那等流生呢 等流生呢 就是做事的 等流生呢 就是比較小的天 就是給些大天做馬仔那樣啦 那麼周圍用啦 那你才可以用到的嘛 所以每個人呢 其實這個是人的結構來的 這個是每個人的結構 所以呢 胎藏界呢 就是我們本有的佛聖 我們如果沒有了這個結構呢 就不行了 那麼這個呢 就是我們的結構 所以有五步修法 五步修法 所以我們修行的時候呢 如果我們修準題 要歸邊的 有五個修法 這個呢 這個呢 這個準題本身就是佛 所以呢 準題 教靈輪生就是智聖輪生就是佛 這個正法輪生就是準題 那麼這個教靈輪生呢 就是遺跡金剛 那麼這個鐵輪生呢 就是這個現摩天 那麼等流生呢 就是能陪不能陪 能陪不給錢的寶來的 那麼所以呢 有五個 那麼這個 譬如說大逆如來 大逆如來呢 他的自性輪生就是大逆如來啦 那麼他的正法輪生呢 就是金剛薩多 就是教化眾生的 金剛薩多 那麼這個呢 他的憤怒相呢 就是北洞明王 北洞就是大逆的憤怒相 那麼他的這個天生呢 天生呢 就是地天 地天 因為遺跡眾生嘛 那麼他的等流生呢 就是打天 所以呢 你修的時候呢 要修歸邊 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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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邊 就是這樣才整套自己的性格 因為佛有佛的性格 所有的東西有他的性格 那麼你整個東西才合乎他的性格 不能左修 右修 左修 右修 右修 就一會兒這個拿那個教靈輪生 那個拿正法輪生 這個那個煩怒相 如果你修了呢 修了就能修一些 因為你要歸 歸一邊的嘛 那麼有了這個 我們呢 這些全部是我們的 宮殷民主 寶贏美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是發生 發生的時候呢 發生是無相的 所以呢 我們這三個世 這個世界 這個世界 昨天佛青道說成佛之道 成佛之道呢 這個就是印順道師的 印順道師呢 就照這個菩提道次第講論寫的 菩提道次第講論呢 就叫阿滴沙 阿底俠尊者 阿底俠尊者的菩提道登論來寫的 那菩提道登論呢 就講怎樣成佛 現在怎樣成佛 即是有大成小成金剛成 那這個菩提道次第講論呢 就將它整成次第 這個分譯錯誤 為什麼呢 如果英文就沒錯 the path of enlightenment 那你中文分譯的時候 the step of enlightenment 那就大件事了 the step of enlightenment 即是有次第的 這個都是去完呢 這個道前基礎 跟著去小成 小成跟著去大成 大成跟著去金剛成 那你一步一步這樣收 一級一級這樣收 如果你要一級一級這樣收呢 管理看起來是好的 但是因為人是沒辦法圓滿的 所以道前基礎呢 你是沒辦法圓滿道前基礎 道前基礎 斷氣三個具六種賞 所以你要道前基礎 所以日常法師呢 到他往生那天 都是道前基礎 未曾開始升上去 因為你很難圓滿嘛 如果你道前基礎呢 圓滿了 你就是天了 就是十善嘛 十善就生天了 所以呢 他們講來講去呢 太上錦影片啊 余正義公正義盟啊 這些了凡四分啊 這些東西 那就叫人做好生行好事 那經常都是這樣 就在這裡 做好生行好事 那行得公上去 還沒圓滿啊 那你行到圓滿為止呢 行到圓滿就是生天啊 他們是沒得上的 如果你小城的時候 小城 我要收一下 收一下 你要收到圓滿啊 收到圓滿變成阿羅漢 阿羅漢都不再出回來的 都不再出回來的 所以呢 不可以 the step of enlightenment 應該是the path 所以英文是沒錯的 the path of enlightenment 就是說 就是各誤之道 印信道師就做到成佛之道 那麼這些呢 就算是印信道師那個呢 都不適合時代的 所以我們新時代呢 有新的看法 就是你要成佛的時候呢 新時代有新的看法 所以我們將這個很容易的 法佈化心生 這個法生 這個佈生 這個應生 我們呢 每一個人呢 都可以穿梭三個三界的 我們都有的 所以我們現在是應化生 我們是墨則世界 應化生就是墨則世界 我們在墨則世界裡面生活 我們死了之後呢 就變成了佈生 靈界 一是就受佛 一是受善佛 一是就生天 一是呢 一是就落地獄 都是佈來的 都是佈生的 那麼這個呢 所以呢 我們現在雖然是應化生 但是呢 我們是佈生 我們成佛之後呢 就是發生了 所以這個墨則世界 這個就是靈界 分開三個 靈界 和法界 法界 法界 所以呢 這個感恩方法呢 就容易一點了 那六道呢 人就在這裏啦 惡鬼啊 地獄啊 惡鬼啊 這個天仁啊 阿修羅啊 跟著四聖六魂啊 阿羅康阿匹之佛 全部都是靈界來的 這些天仁 大家一看就知道 全部都是靈界來的 大部份的東西都是靈界的 只是人呢 在這個墨則世界的 那麼這個 到這個發生大事呢 它是無相的 發生呢 是懸惡說 懸惡說 那你說 這個無相 它是懸惡說 那這個懸惡說呢 就是說 變成很小的 很小的 懸呢 就說 譬如說你的宇宙呢 那個份子好像宇宙那樣大呢 懸就一棵樹那樣大 所以叫做鶴雪 就很小的 很細微的 所以呢 到你成佛的時候呢 十方諸佛 同一發生 十方諸佛 同一發生 觀音 微勒 普言 盟俗 這個地藏 釋迦牟尼佛 阿彌陀佛 什麼東西都是同一發生 它是散了的 以法為生 即是它觀音 剩下一些慈悲在那裡 慈悲就是觀音了 那這個大智就是盟俗了 就是大智 它沒有生體的 以這個法為生 以慈悲的法 以大智的法 與大怨的法為生體 當你要求的時候呢 它才慢慢組合 這個叫做法生大事 法生大事呢 無相而無不相 即是隨你的眾生需要 它現個形給你看 根本就沒有的 它剩下一個法在那個生裡面 所以這個法的時候呢 就審了在這個法裡面 所以我們這一個呢 包行了這些所有的法 都在我們的心態裡面 我們包行了所有在這裡 那我們呢 言什麼生呢 要靠這個人 所以我們這個講經的時候呢 我們這個釋迦牟尼佛 跟人講的 跟人講 跟人講的時候呢 這樣就講四聖太十二姻緣這個小成爺 這個盧瀉羅佛就是講大成了 講《妙法蓮花經》 講《法蓮經》 講《法蓮經》 這個就是大成了 那麼這個大逆如來呢 就是發生大事的 它本身就是發生的嘛 所以它講給那些《法生大事》聽的時候呢 《金剛鼎經》 和這個《金剛鼎經》 和這個《大逆經》 和這個《大逆經》 所以這個意樂來講呢 修行的意樂 這個斷煩惱了生死 這個斷煩惱了生死 就是出了家 就好了 出了家 就是斷了一半煩惱了 不用日中一食 就是不用賺錢 不用打工一食就吃 黑倒就吃 黑不倒就不吃 住下一宿 不用交租 不用買樓 不用交租 不用供樓 不用交管理費 那麼多開心啊 這個日中一食 樹 一宿 三於一骨 這個出家 出家 不用有冤家債主 又不用有化骨容 那麼你多開心 就不用養冤家債主 不用經常對著冤家 又不用經常養債主 沒有冤家沒有債主 這樣就不用供樓 又不用租屋住 多開心啊 所以這個斷煩惱了生死 不過要出家 你不出家就斷不了 所以這個是給出家人做的 出家人做 那麼你大成的出家都可以 出了家連背 求生靜土都可以的 但是呢 你在靈界的時候呢 天人啊 我們這些 大成就不一樣了 大成呢 要這個燒業 即復求解脫 第一 我們下來這個世界上面呢 我們有些業帶來的 我們要擋住那些業 擋住那些鹽業 那些業不要出 大哥 我要出福報 我不能捱的 我只要出福報而已 因為燒業 這個懺悔啊 或者供天啊 那這個是復業 把那些業呢 就復業 把那些好的業呢 就壓住 壓住 壓住 壓住那些惡業 這個呢 燒業 積福 積多些福報 求解脫 這樣就連伐求生靜土 所以整個大成都是連伐 沒有必要用東西做 有禅宗了 禅宗歸小成的 差不多小成的禅宗 禅宗 禅宗斷篷老鳥生死的嘛 差不多的 那麼你說不是禅宗 禅宗是大成的 但是他成了見聖成佛之後 是不是道這麼多眾生呢? 不是 見到見聖成佛 除了那些虛弘老和尚 那些大菩薩再來的那些 當然是道道的 但是那些安心正道的那些 所以這個大成是念佛 那麼這個大日如來呢 講了這麼多話 講了這麼多話的時候呢 這個是世間兩種圓滿 世間又要圓滿 出世間又要圓滿 因為要走呢 走不行 走不行生 叫你念佛求生淨土呢 那不需要 慢慢就會往生淨土的 就是沒有福報 往生淨土 餓都餓死了 所以你說念佛求生淨土 一出來就念佛求生淨土 就是你自己求生淨土不要緊 但是你家裡又叫他求生淨土 他或者不聽你 所以你一定要有資料 要養家的嘛 是吧 要令到他們過得舒服的嘛 那就要拆出世間兩種圓滿了 所以呢 也都是老中青 老年人就念佛 青年人就修禅宗 少年禅宗營 少年禅宗營 那麼中年人呢 博殺 那就要修墨宗了 墨宗就有很多福報啊 很多成啊 就是求福啊 求消業啊 求什麼 那麼有護摩啊 有成啊 那就增加多些福報 所以呢 成佛呢 成佛呢 就有金剛解 這個呢 就是我們本有的佛聖 本有的佛聖呢 我們是具備了所有的特質 在我們的心裏面 就是你講得出的那些菩薩 都是我們自己 我們自己就是所有的菩薩 因為我們每一個特質 我們有 我們裏面也都有慈悲 我們裏面也都有大願 我們裏面也都有大志 我們裏面也都有五方法 我們裏面也都有五方法 我們裏面也都有憤怒傷 所以呢 整個呢 就是講我們自己 那我們自己 我們怎麼修行呢 那要金剛解了 首先 杭心勢結和會 杭心勢三回爺會 要出三屆了 叫做杭心勢三回爺會 那就真的被你出到三屆了 出到三屆了 變成了小成了 變成了小成了 不是極果來的 所以呢 就要收這個李翠惠 李翠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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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要收李翠惠呢 就是說 所有的淫路痴 即是界定位 是 李翠惠 李翠惠 最重要呢 就是第十七品 五秘密 我們呢 這個《欲觸愛妄》 我們四個根本的煩惱呢 就變成了四字 欲觸愛妄 欲呢 就是世間的貪欲啦 你用大菩提心加下去呢 就變成了 成左作子 欲 要所有的東西 但是作虛空佛事 道如恍眾生 這個就是成左作子了 要所有的東西 這個呢 就是欲望 但是這個欲望呢 如果你正左道之後呢 就如恍如化 要來道眾生而已 所以呢 這個就是大圓鏡子 那這個竹呢 竹本來是接觸一個人喔 或者這些 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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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你發的菩提心呢 就接觸所有的眾生 這個就是平等性智啦 那麼這個愛呢 愛呢 本來是愛一個人喔 愛一個人很慘喔 他不愛你 你就死了 所以呢 這個愛呢 愛所有的眾生 就變成了這個妙弓察智啦 愛所有的眾生呢 就要度眾生 要要求求其所好 他喜歡什麼 這個道所有的眾生 那麼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這個 這個慢呢 我慢共高 你是不好喔 那麼你要成佛 做到眾生 我成佛 來道你們 那麼這個叫做我慢共高 但是這個是佛慢來的 如果你發到菩提心之後 那麼變成呢 變成呢 這個 變成呢 這個成所作智 所以這個人怒痴,即是界定位 沒有一樣東西是不好的 為什麼呢? 我們這個世界是108種元素,默塞世界 元素有不好的,又長又短又高又下雨又漂亮又醜 這個元素就有長短,不好的 這個靈界就是62種粒子 61種粒子,第62是希加斯粒子 這個62種粒子,隨觀察者的意志 這個講義相對論,用講義相對論 E等於mc square,mc square 能量等於物質加成光速 這個就是這個講義相對論 這個講義相對論呢 這個量子力學就是隨觀察者的意志 這個量子力學就是隨觀察者的意志 而且靈界就是想什麼也有什麼的 隨觀察者的意志一變就有 但是變完呢,它又可以變走的 這個是隨觀察者的意志 這個法界呢 法界本來是原學說 但是原學說共勢呢 一個分子好像是宇宙很大 原又是一波樹很大 我想你過了幾百年都未必找到原出來 所以我現在能夠找到的就是數碼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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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數碼呢 當中的有沒有好的做法 只是1、1,1,0 即白冷 這個數碼就是1、1、1、0 完全全成一個世界 這樣就是一個黑白,黑白,黑白 是兩個相對的 所以這個數碼是絕對清淨的 何其數碼 本來清淨 何其數碼 本無烏煙 何其數碼 本無動搖 何其數碼 本無生滅 何其數碼 能生物化 數碼即是自盛 佛聖 何其自盛 本來清淨 何其自盛 所以你能夠將一些東西 我們修行的時候 我們修行的時候 其實很簡單 沒什麼特別的東西 這個紙 你要放下這些物質的執著 放下所有的執著 叫做紙 在靈界的時候 你要觀 才觀察者的意思 你不觀就睡覺 整天睡覺 你想變東西 都能變 觀 這個麥則世界就要到法界 就是紙觀相亡 觀的字有紙 作虛空博士 道餘宏眾生 作虛空博士 道餘宏眾生 所以紙觀相亡 這個是圓國經講的 圓國經講 佛則世界要止 靈界要觀 這個到八界的時候 紙觀相亡 所以這個法界來講 這個八界就是我們修行了 為什麼呢 我們這個 所有的佛菩薩 所有的東西 都是我們自己本身來的 就是沒有外面的佛菩薩 如果有外面的佛菩薩 就是心愛求法 這個是外道法來的 所以這個淫路痴 即界定位 就是指這個數碼來講 在法界 在法界 一零一零 哪一樣是淫路痴 哪一樣是界定位呢 沒有說一就是淫路痴 這個零就是界定位 沒有這件事 一零一零 就是當你將那些東西 將那些默默靜觀皆自得 將那些東西看到最小的時候 它是絕對清淨的 所以它是Absolutely True 這個是絕對清淨 這個是絕對清淨 絕對清淨呢 就是到數碼 我們現在所知的最小的東西 就是數碼 數碼是沒有善沒有惡 什麼東西都沒有的 這個沒有好沒有不好 沒有靚沒有不靚 什麼東西都是一樣 這個絕對清淨 我們能看到 所以李翠就告訴你 所有東西都是清淨的 將你的轉白色 乘四字 這個欲觸愛妄 四個根本煩惱 根本就是四個根本字 如果你不要這四個根本煩惱 小成就是斷煩惱的 不要這個欲觸愛妄 不可以有中文就沒有辦法成佛 你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變成四方四佛 來到利益眾生 所以不能夠斷煩惱 因為煩惱就是菩提 煩惱就是菩提 如果你斷了煩惱的時候 即是連四佛 你斷了它 即是連四佛都不會成 所以李翠會 李翠會是大成和小成的交界 李翠而言 李翠而言 不僅是墨忠 這個顯教也有譯 李翠明說過 這個六波羅蜜多經 這個六波羅蜜多經 就是這個原裝法師液的李翠經 這個李翠經 你了解了這個欲觸愛妄 即是四佛 四盆腦就是四佛 四個根本盆腦就是四方四佛的時候 你就有一印回 一印回就了解到自己就是佛 接著有四印回 四印回就變四方 變白色轉白色成四之一 這個四印回 接著就是微細會 供養園 供養圓滿 供養圓滿 就是得初地 供養圓滿 初登風起地 供養圓滿 這個供養圓滿 接著微細會 接著微細會 供養圓滿 當初地 初地之後 要逐步逐步微細 三輪體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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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來越微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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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個 風起會就是初地 第二地到第十地 就是微細會 三輪體空 報師時間 影響精神神定智慧 到這個揭摩會 就是十地之後 收百劫相好了 要做事 最後就是成生會 就是一個成佛的過程 所以我們知道 怎樣去成佛都沒有用 因為我們沒有佛性 所以 金胎兩葬是一樣要的 這個胎葬界 是我們本有的 觀音微勒 文殊譜 完全沒有在我們的心裏面 但是我們怎樣修呢 修行呢 要後天的修行 這個呢 要修這個金剛鼎經 所以後天的修行 所以兩樣都要 我們只是懂得修行 但是我們沒有佛性呢 我們不知道修什麼 我們不知道修什麼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要圓滿我們的性 你只是呢 這個人有 只是我們有佛性 但是我們不懂修行 我們不懂修行 就是斷煩惱了生死 變成小成 斷煩惱 這個本來呢 這個欲足愛妄 四個根本子 就被你斷了 變成了這個 變成了根本煩惱 根本煩惱你把它斷了 就是沒有四字我成 就是沒有四方四伐 所以呢 這個欲足愛妄 就是呢 這個轉成這個四字 所以呢 這個淫怒痴之界定 所以你把這些東西一邊看 看得到歲小的時候呢 發生大事呢 一零一零 現在它數碼 數碼就是佛性了 數碼自勝 這個數碼就是自勝 所以呢 我們這個佛法來講呢 我們在這裡修行 我們第一 我們要放棄默則世界的東西 不要貪責默則世界的東西 第二 我們呢 我們呢 要利益眾生 因為你要官的嘛 天人啊 阿修羅啊 地獄啊 那些都要你去尿益的 要放蒙生啊 要施食啊 那些 那些你要利益眾生的嘛 你只是自己不執著 沒有用的 只是子沒有用的 只是斷這個煩惱障 沒有用的 那你要所知障 道所有的天人 惡鬼阿修羅 地獄畜生 這個四聖六乏 都要你去幫手道 那這個呢 就是官 那這個呢 成了佛之後呢 就作虛空佛事道 如慌眾生 子官相亡 子裡面有官 官裡面有子 這個道眾生 而無眾生可道 道盡一切眾生 而無眾生可道 那這個呢 就是子官相亡 所以呢 修行呢 那這個呢 所以脈中呢 就分開金胎兩臟 那金胎兩臟呢 那本來 這個 金胎兩臟 善無威呢 就傳胎臟界的 那這個北空 北空 和這個 金剛寺呢 就傳這個 金剛界 金剛界 胎臟界 那到衛果的時候 兩個加起來 統一了 統一之後呢 傳去日本 那為什麼要傳去日本呢 為什麼要傳去日本呢 因為 貪一件事 日本人很守舊的 因為我們中國的祖師呢 那一頭 那一頭呢 將那些凡盟呢 整到一盒二盒 南無何那 這個呢 這個呢 這個 那時也是對的 就是那個時候 長安 二千幾年長安陰 那你現在 你到現在 你又找回 二千幾年的長安陰出來 那你幾難找的 又二盒又三盒 那你又沒有了一個凡盟 日本製呢 不是日本製 日本人呢 日本佬 蘿蔔 吃得蘿蔔多 聰明一點 所以 所以呢 他就懂了 他將 用回凡盟 就是那些凡盟 在後面 隔離註音 他用回失藤體凡盟 用回失藤體凡盟 所以呢 那些 那些經啊 那些咒呢 經用中文 那些咒呢 他用回凡盟 現在寫所有的經 都是用中文的 所有的法文都是用中文的 但是你現在呢 走去簽合約呢 全部都是用中文的 因為日本很多個意思的 就是你簽合約 一定搞不定 那如果你簽英文又可以 簽中文又可以 但是就不能簽日盟 因為日盟有很多個意思的 你不知道它什麼意思的 像什麼意思 那所以呢 日盟呢 很搞笑的 那阿里亞特 就是有難 就是 有難 就是 阿里亞特 就是你有難 你放手 你做有難 就是 麻煩了 就是你要做事 就是有難 那阿里亞特 呢 不是 不是日盟 什麼意大利盟 他們那些 那些 是 意大利盟 有些是意大利盟 就是全部是外來語 來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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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民族呢 是保留一些舊的東西的 那些三月是舊的 三月是唐朝的 生口百位是楊貴妃的 為什麼說生口百位就是楊貴妃 生口百位就是自己說自己是楊貴妃的後套 為什麼呢 因為說同明王要處死楊貴妃 我想起不捨得 那找了一個顯童爭 就是那些日本離學的學生 那帶了她去日本 帶了她去日本呢 上岸的地方就是生口 生口園 所以那些後人呢 叫生口百位 所以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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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貴妃 這三月是保持唐朝的 那些三月是唐朝的 什麼都是保存的 什麼都是保存的 所以呢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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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零四年回去 學了十個月 用三個月來學復盟 學蜀藤體復盟 學識了三個月 三個月學復盟 然後學墨宗就學八個月 其實不用八個月 我們三個月就學了 為什麼呢 因為你學識了 每個法都是一樣的 不用怎麼學的 最重要是懂得泛民 所以日本就會保存到蜀藤體的泛民 但是你在中國呢 你就沒辦法了 越來越學 南河荷拉坦那多拿爺爺 你就不知道是什麼音 你讀國語也可以 讀廣東話也可以 讀潮州話都是南河荷拉坦那多拿爺爺 照他的潮州話都說 潮州話國語話都是這樣 那怎麼算好呢 所以呢 要過去日本 要傳過去日本 所以這個是菩薩的意思 不是為什麼會學到 為什麼學不到 為什麼中國三五一中之亂之後 就算是三五五三五一中之亂 你還是變成南河荷拉坦那多拿爺爺的 就是全部都溫了 全部都不對的 因為後面的人呢 猜不到你那時候的音是什麼 因為那時候的長安音 你二千多年前的長安音 你怎知道長安音是怎樣的 我們就懂了 文字我們保留下來 但是那個膝藤體文字呢 走到日本補存 所以呢 日本現在就好了 現在我們拿回來呢 哦 行了 我們比他厲害 為什麼呢 因為他不懂中文 因為我們都懂中文 他現在的人都不學中文 以前的人寫東西又是中文 什麼東西都是中文的那些 但是他又規定要學漢字的哦 他是日本不知道規定 你小學要學多少天歌 就是學到多少 就是到什麼 level 要學多少個漢字 但是那些音又不同的 就是他雖然是漢字 那些音又不同的 你不懂跟他說 但是你寫呢 他又有些明白 但是呢 現在呢 你寫他都不明白的了 但是他還是用很多漢字在那裡 他整篇日文裡面還有很多漢字 那這個呢 所以呢 他們都有今天了 我們將來拿回來 拿回來我們找一些膝藤體文字呢 那一樣了 跟以前那些一樣 法本全是中文的 其實呢 去日本那些法是很少的而已 我們呢 我們在《大藏經》裡面呢 有362部是密宗經典的 去日本呢 很少的 日本是拿少量去的 因為你大過去又坐船又等等 這個帶不了那麼多的 你就算是聰明也帶不了那麼多 所以呢 大部分那些都留在那裡 這些準題啊 準題啊 準題很多部經 都是留在那裡的 他們沒有 他們日本那邊沒有的 現在有都不懂得看啦 所以呢 拿回來 現在呢 現在呢 它和我們保存了這麼好 保存了這麼久 終於拿回來 拿回來呢 我們中國又懂中文又盛 現在呢 個個都學這件事 現在呢 兩個大陸的人呢 走來做護摩 走來做護摩 我今天問一下他吃飯的時候 問一下你做了多少壇啊 做了兩天 做了八壇 他說呢 第一天來早上做三壇 做了三壇 做了八壇 做了八壇 我兩天做了八壇 我想今天 今天做兩天完之後呢 我想做了十幾壇 很快樂的 那為什麼會這麼快樂呢 因為他來要準備的嘛 他來得自由 行得七日而已 頭突尾 是不是 第一天來逛頂 接著呢 最後那天要預備走 那就剩下四日 剩下四、五日 剩下四、五日 那一天就要六、七壇了 所以呢 你是不是都要這麼快樂呢 是不是都要這麼快樂呢 你香港那些 我十年做一壇 做三十年都做了 你有空就做一下 有空就做一下 做完又停停完又做 人家那些快樂 那為什麼會這麼快樂呢 因為我找到一個方法嘛 我找到一個方法不用教的 因為來都是會做的 因為我找到一個方法呢 拍了錄影帶 做了廣島經 又中文又英 又中文又國語配音 又廣東話又國語 又駐音又廣東話又國語 那他們拿著餅帶 四家行拿著餅帶 他們就懂了 來到已經懂了 就是念俗之咒 這樣就很快樂了 如果你以前教護摩 不教他半年 那你們慢慢教不教他半年 每個人都煩你 煩你不要講半年 講十天就好了 那你就夠死了 所以呢 現在我們拍了錄影帶 弄了這個國語配音之後 當然不用學 哪些東西就懂得學了 現在網上有五百個人 有五百人跪衣 總是做四家行 但是當然不是每個人都做 但是現在做了四十幾個 但是有些做了又沒有錢 有些又沒有來做護摩 有些就是你沒有錢 沒有錢就不能來 或者這些窮鄉僻養那些 但是變成他們有得收 就算不來做 不來做也有得收 所以呢 這個呢 他們就知道了 他們因為呢 不來禪收 不是每個人都有這樣的更器 而且這些禪收呢 沒有用的 不是沒有用的 就是斷煩惱要生死 我們最重要呢 不是煩惱 最重要是錢 最重要是煩惱 有煩惱是因為沒有錢的 所以最重要是錢 最重要是福補 所以要修福補 那你說大乘念法呢 沒有那麼快 那時候那頭都沒啃 那頭啃才唸都不遲啊 那醫生宣佈了你有什麼病 才唸都不遲啊 那時候十年而已 臨終十年而已 你唸過八十年 都是那十年 最後那十年 你唸一千年 都是十年了 十年八門而已 所以呢 這個呢 普通人不收的 就是中年收啦 就是普通年輕人不會收的 做生意的那些也都不會收的 連發求生淨土 不做就求生淨土 不做就求生淨土 餓死就求生淨土 那所以呢 修福部 修福部 所以呢 修福衛 修這個中年人的 在家裡有負擔 有負擔 有負擔 有成 那這些呢 就是事業的 我們呢 好像我們星期日 逢摩利知天 摩利知天 摩利知天呢 叫做《經》 摩利知天《經》 沒有人能夠追債 沒有人能夠債其財 沒有冤家債主不得其辯 那就好了 說打三號風球都爆了 三號風球都爆了 如果沒有風球 就不知道為什麼 全是大陸的人 就是大陸很多人過來的 因為他看到網之後 就好了 所以呢 我們研究到這個方法 將它拍到拍到 大家放在網上 你要關注 關注了之後 整條連結給你 下載了之後 你回去收 就告訴你 誰打誰 你想來灌頂 你就來做護摩 你如果不做護摩 做前面那三個都好 十八度 金剛界 拖藏界都好 你不做護摩都好 護摩呢 就是它那個特色 所以呢 這一個我們 我們在日本的時候 日本人還在這裏 還在這裏 你要學四家行 你要來住 第一 一百萬學費 一百萬學費 接著住宿費 一百萬總共二百萬 那這個專修學院 要收你二百萬 就學十個月 四家行 學十個月 我們就不用 我們整條連結給你 我幾天就可以了 幾天可以做 所以呢 我十個月 那十個月 那十個月是不是好些了呢 那不知道他 好不好 這些體型 你有沒有心機去做呢 所以呢 所以呢 這個二百萬 二百萬都幾十個 他日本人呢 大約是萬幾 十幾萬一個月而已 那二百萬 或者十幾個月人工 十幾個月人工 誰肯去學啊 就是除了他 他那些專門要想出家的 或者專門要做法堂的東西 他出家都很少 所以呢 他就很難很難學的 就是很少 很少的 很少的時候 四家行是普通修行的嘛 就是你要學識四家行 才可以修 沒有四家行你怎麼修呢 普通修行都這麼難 他就像念修啊 像念修啊 像念修啊 所以呢 這個呢 墨宗呢 來到我們那裡呢 我們將他整理了 現在全部都在這裡 在這裡 大陸那些人 很拱命啊 我想三四天就做完 我每個人都來三四天就做完 因為你沒有 沒有那個環境去壓力 沒有那個壓力去逼你呢 你不會做的 香港人 三天就做一堂 一天就不行啊 明天就不行啊 明天就不行啊 一來到就做一堂 做一堂很累啊 腳又痛啊 膝蓋又痛啊 所以呢 這個 這個 這個不同的 那我們呢 下一次繼續再講 大家有什麼